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给大家播讲漫谈美国史 战级最后我们谈到了军队 在完成了自战军革命之后 它作为国家机器的强力工具 在意义上的改变 但是呢 这种意义上的改变 对于政权内部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对于政权外部 却是非常模糊和不清晰的 这在英国人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 那么英国人没有在英格兰设立长设军 但是他们却在爱尔兰驻扎了大量的军队 在爱尔兰强制执行英国政府的决议 军队的费用由向爱尔兰人强行征税来支付 军队驻扎在爱尔兰各地 一有风吹草动就武力镇压 在短时间英国人觉得 在爱尔兰的这种治理模式颇有成效 它保证了爱尔兰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 而且从英国人自身的角度来看 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层层加税 也没有使爱尔兰的天主教徒 到活不下去的地步 但是别忘了 这是英国人从自己的角度去看 他们并没有去真正的体会 爱尔兰人的感受 当时让爱尔兰天主教徒受不了的是 在爱尔兰强行设立英国国教 限制天主教徒的宗教自由和权利 天主教徒只有纳税的义务 却没有公开礼拜 担任政府官员等许多应用的权利 就造成了许多爱尔兰人远渡重洋 来到北美 因为将来爱尔兰以及北爱尔兰 动荡不安的局势 埋下了种子 那么爱尔兰人远渡重洋来到北美 这就使得北美殖民地 非常清楚爱尔兰的治理模式 也非常清楚长社军在爱尔兰的作用 所以非常担心在北美的长社军 在北美的目的 担心英国同样在北美 通过驻扎大批的军队强行征税 强行推广英国国教 建立主教制 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母国的争端 表面上是有关税收的经济利益之争 但是更深层次的是宗教信仰冲突 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有时还可以容忍 但是信仰是牵扯到终极世界 永生永恒的问题 这是根本不可能妥协的 也是没有退让余地的 纵观人类历史 一个民族 它的立足之本 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物质上 只要能够维持 基本的生存就可以了 一旦一个民族 失去了 它的精神上的信仰 那么这个民族 将很快淹没于历史长河中 犹太人之所以经过了长时间的苦难之后 仍然能够作为一个民族 延续下来 不是因为犹太人有多能赚钱 而是因为犹太人 他保持住了自己的精神核心 人类历史上任何事情都好说 只有宗教信仰最难以改变 因为它关系到永生 此后回归天堂这些人类的本质问题 人生中没有什么 比追寻生活的本质是更重要的 而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的冲突 其中最最核心的 也是最不可调和的 正是宗教信仰冲突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 他们追求的是独立 自由 平等的理念 那么英国国教追求的是等级制 主教制 这两种理念激烈的冲突 你死我活 谁也不肯退让 这不是任何一个当时的政治家 可以解决的矛盾 所以最后 双方只能通过武力 独立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 马萨诸塞成为了美国革命的火车头 那么信仰上的差异 自然也表现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 当时在北美殖民地 尤其是马萨诸塞 每个镇都是一个自治政府 人们召开镇自治会议 根据需要设置镇官员职位 几乎每一个成年男性都有选举权 每年定期的选举 镇官员 人们还选举镇代表作为议员 参加州议会 这些镇代表在州议会代表大家 选举州长 商议 英交的纳税额 组织房屋等重大事务 这里没有贵族 国王的特权 也没有主教 也没有十一岁 也没有教会法庭 而我们再看看英国 他们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与习俗 上至国王 贵族的各种特权 下至乡村的封建税 劳役等封建制的残余 仍然保留着主教制 十一岁 以及教会法庭 由于对选举人财产的限制 当时在英国 最多只有一半的成年男性 可以选举议员 而有资格被选举成为议员的 就更加少得可怜了 两者相比 谁更进步 一目了然 那么英国本土 享用等级替代平等 专制替代自由 那么在很长时间内 已经享受到 自由平等的殖民地人民 是不可能接受的 那么在印花税 抗争胜利之后 人们对英国议会 可能对清教公理会 所造成的伤害 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当时约翰亚当斯 和塞梅尔亚当斯 贫民发文 攻击英国国教 提醒大家注意英国国会 强推英国国教 所带来的危害 务必要保持 马萨诸塞 清教信仰的 纯洁和纯净 这些都使得 马萨诸塞 对英国政府 有着比其他州 更为强烈的敌对情绪 有着更强的独立倾向 这是为什么 马萨诸塞 后来成为 美国革命的火车头 在印花税抗争期间 约翰亚当斯 就发表了文章 指出失去宗教自由的 可怕后果 他说 在所有权力中 宗教精神权力 是最危险的 因为我们人类 对神天然的 虔诚与信仰 当这种宗教 精神权力 交给个人 例如教皇 主教的时候 可能使我们 永远处于 地狱的境地 他同样对英国议会 可能对公理会信仰 造成的伤害 非常敏感 并且就此问题 一再地进行论述 提醒人们警惕 塞梅尔亚当斯 也在抗争印花税成功后不久 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 名字叫 《清教徒的文字》 他在第一篇文章中提醒人们 注意可能失去宗教自由的危险 而宗教自由 是先辈们千辛万苦来到北美的原因 提醒人们时刻警惕 潜入清教徒中的教皇主义分子 偶像崇拜分子 他们带给大家的将是锁链 他说 亲爱的父老乡亲 我告诉你们 最珍贵的就是民事自由 而最有可能破坏的就是教皇主义 第二篇文章中 塞梅尔亚当斯更加明确地指出 印花税给殖民地带来的伤害 不如教皇主义来的恶 印花税只是想使人们处于奴隶状态 而教皇主义却是进一步 要将人们交给撒旦 这是一种万劫不复的经历 此处 塞梅尔亚当斯 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英国国教的字牙 但是教皇主义分子 偶像崇拜分子 就是指的天主教 特别是英国国教 因为当时 清教徒反对十字架标志 甚至反对圣诞节 认为这些都是偶像崇拜 他们指责英国国教实行主教制 注重敬拜仪式 那就是在搞偶像崇拜 是向天主教的倒退 虽然不是天主教徒 但是却是教皇主义分子 和偶像崇拜分子 在莱克星顿枪生后四十年 那个时候 约翰亚当斯已经现任了总统 进入他人生的暮年 他回首往事 感慨万千 他曾经说过 大主教 主教与耶稣会士 这些主教制的产物 进入殖民地的时候 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人们担心议会 对殖民地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担心如果议会 能够引入教区 主教 那么他们同样可以带来 教阶 十一岁 对拒不皈依国教的非国教徒 处于刑罚 没收财产 摧毁我们的公理会 我们的仪式 我们先辈们千山万水 来到这里所建立的一切 实际上从英国政府 蓄意引入主教制开始 殖民地人民就已经下定了 反抗的决心 而最后 人们的抗税 实际上也就是这些担心 与决心的延续 如果议会能够未经 殖民地议会同意而征税 那么他们同样 可以不经殖民地人民的同意 强行推行英国国教的主教制 这是清教徒根本无法接受的 以生命来捍卫清教信仰 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的这段论述 道出了美国独立的本质 那么反观英国 英国没有几个人能够看清 他们与殖民地之间争端的实质原因 威廉·匹特可以算上一位 但是那个时候 他年老体衰 百病缠身 已经无力为自由和正义 摇旗呐喊了 另外一位是谢尔本 谢尔本是爱尔兰人 他在七年战争中 效力于英军 由于作战勇敢 他被任命为乔治三世的武官 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 他在1760年被选为议员 从而踏入政坛 谢尔本敏锐地感觉到 与殖民地争端的本质 他明确反对将英国国教的主教制 引进北美 即使在设立英国国教为州教的弗吉尼亚 也不应如此 更不用说在马萨诸塞这样的 信奉清教的地区了 谢尔本认为应该尊重殖民地的宗教感情 给予他们宗教上的自由 这点实际上也就是保留殖民地的整个体制不变 对于常设军问题 他认为即使驻扎军队在北美 也应该将军队驻扎在边境地带 而不是人口密集的地区 同时减少军队数量 减轻殖民地负担 他赞同向北美殖民地征税 但是认为不应该新开税种 而是从赏赐给土地所有人的免疫税上入手 加强对免疫税的管理 通过征收免疫税来抵消英国驻军的费用 他对殖民地的政策是非常宽容的 而北美人民也铭记在心 为了感谢谢尔本对殖民地的后爱 马萨诸塞将新进建立的一个镇 命名为谢尔本 但是越是如此 谢尔本也越是受到英国同僚的猜忌 将他视为英国的敌人 认为殖民地如今处于叛乱的状态 正是由于威廉匹特和谢尔本的纵容所致 其实从事后来看 谢尔本的方案是解决当时殖民地问题的最根本办法 就是给予殖民地充分的宗教自由 因为宗教信仰敏感而强烈 人类历史上 英国历史上都有着无数惨痛的教训 可是人们却忘记了这些教训 非要去限制殖民地的宗教自由 强行推广英国国教 终于酿成了大错 等到美国独立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 这时候英国人才让谢尔本接任首相 主持与殖民地的和谈 而谢尔本也是殖民地最能接受的一个谈判人选 但那个时候已经物是人非 大势已去 失去北美殖民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谢尔本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 尽量的为英国争取最大的利益 那英国撤销了印花税 撤销印花税的罗金乐姆虽然同时主导通过了强调议会绝对权威的宣言法案 但是撤销印花税仍然引起了诸多的不满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认为国王的权威严重受损 英国国内很多的乡绅也非常不满 认为撤销印花税之后就无法从殖民地征税来减轻他们的负担 内阁中一些大臣也不满于他的政策而纷纷辞职 罗金恶姆就成为了替罪羊 不得不辞职 之后乔治三世让威廉匹特与格拉夫顿联合主格 威廉匹特任首相 但只是虚职 没有担任具体大臣 而原来一贯由首相兼任的最重要的职务 财务大臣由格拉夫顿担任 威廉匹特这个时候年老体衰 长期的卧兵在床 甚至无法正装接待客人 已经无法处理正事 那格拉夫顿性格随和 但是能力一般 没有首相的才能 这个时候英国政界风头最近的是汤森德 他是内阁的财政次臣 就是一个仅次于财政大臣的第二重要职位 这个人有耀眼的才华 滔滔不绝的口才 但是性情畏微急躁 显得不成熟 但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阻拦他出人头地的热望 在威廉匹特病退的这段时间里 他的风头盖过了格拉夫顿 俨然成为新的首相 提出了很多议案 主导议会发言 影响着政局的走向 1767年5月 汤森德在议会大厅进行了一次演讲 在演讲中他说 英国议会当然拥有对殖民地 无可质疑的征税的权利 大家不要误解 我虽然同意撤销印花税 那是因为殖民地一直争辩说 印花税是一种内部税 没有他们的议会同意 不能征收内部税 虽然我个人并不认为 国内税与外部税有什么区别 但是既然他们这么说 那就尊重他们的意见 所以我认可撤销印花税 但是我们必须向他们征收外部税 也就是输入税与输出税 征收无需经过他们议会同意的外部税 我们应该向北美港口 对销往殖民地的玻璃 纸 颜料 茶叶等征收关税 特别是茶叶 因为英国茶叶的税收成本较高 于是殖民地就大量的从荷兰等国走私 如果统一征收关税 那么就可以取消英国国内对茶叶的税收 统一在殖民地港口征收 而来自中国的税收也可以通过消退税获得 这样一来 从茶叶这一项上 每年大致可以征收2万磅的税收 其他各项大致可以征得1.7万磅 当然这些税收收入不足以应付 驻扎在北美军队的费用 但是可以用于支付王室官员的薪水 这样就可以加强英国政府的权威 使北美的官员 无需看殖民地议会的脸色形式 那么他的演讲就说服了当时这些议员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表达 对他这个议案的赞赏 汤森德议案被议会一致通过 没有任何的意义 汤森德法案能够顺利的通过 只能说这是英国国内的民心所向 当时伦敦城内的报纸小册子 针对撤销印花税后 议会无所作为 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批评 对于议会没有继续针对殖民地征税 减轻英国国内的负担 普遍的表示不满 同时对撤销印花税之后 殖民地人民非但不感恩 各殖民地议会继续与英国政府对抗 英国国内也是满怀着愤恨 认为这是只顾及自己 而不顾及整体利益的 无法律的乱象 理应让殖民地遵守英国的法律 而对撤销印花税最为积极的威廉·匹特 这个时候卧病在床 而且威廉·匹特反对印花税的理由 是征收内部税 必须经殖民地议会同意 他并没有反对 针对殖民地征收关税的外部税 而汤森德法案征收的就是关税 外部税 如果威廉·匹特反对的话 就是自删而光了 从历史的记载中 并没有发现威廉·匹特 反对汤森德法案的内容 有的历史书中描述 威廉·匹特卧病在床 痛斥汤森德法案 这属于主观的一策 威廉·匹特主张 应该坚持英国的现重传统 无代表不纳税 维护英国人古老的权利 自由 只有守护住这些国本 才能使英国保持活力 才符合英国的长远利益 但他并不是一个完人 而且也不可能认为 殖民地可以不纳税 纳税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代 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哪里有不纳税 就想享有一切的人民 而且这里呢 我们也要提到 弗兰克林 弗兰克林 他虽然是美国革命的象征 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在汤森德法案中 起到了很不好的推动作用 他的议会 为撤销印花税法案 作证的时候表示 殖民地反对 未经他们同意 征收内部税 但是不反对英国政府 征收外部税 在汤森德法案通过的前一个月 弗兰克林 仍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这就使得 汤森德自信地认为 殖民地不会对英国议会 征收适当的外部税 有看法 而当时北美与英国之间 交通不便 一趟行程要两个多月 一个来回 基本上就是半年 在伦敦 很难见到几个 来自殖民地的人 弗兰克林 长期居住在伦敦 作为宾州等殖民地 在英国的代理人 他的意见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任何人都不能实权实美 我们不需要去怀疑 弗兰克林对美国革命的忠诚 这件事情同时也表明 殖民地许多人 包括弗兰克林在内 并不反对英国议会 对殖民地 征收外部税 美国革命的爆发 有了它深层次的原因 而这种深层次的原因 在表面上 却会有不同的冲突体现 那么在汤森德法案之前 格伦威尔也曾经提出过一个议案 就是驻扎在北美军队的费用 由殖民地自己承担 但是由于过分的激进而被否决 相对于格伦威尔的议案 汤森德法案非常温柔 但也十分的阴险 这是可怕的一刀 汤森德法案所征的税并不多 但是用来支付殖民地 英国官员的费用 这将使得英国官员 彻底的摆脱殖民地议会的控制 使得殖民地议会慢慢萎缩 而沦为英国政府的附属 从而使殖民地 彻底屈服于英国政府 那么汤森德法案 在北美殖民地 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继续讲